金曲出現前,我們要跟王傑聊天 Anna,你遇上了一個,我覺得挺悲觀的問題 沒錯,就是這個問題 究竟這個獎項,頒給誰是最適合的呢? 這句獎項就是登登登登 古宗作樂大獎 古宗作樂大獎 作樂也行 嗯,頒給… 頒給所有的音樂創作人,我覺得 為什麼呢?你覺得每一個創作人 其實都是在苦難裡磨亂出一些音樂出來 沒錯,我覺得很多作曲的人都很慘 因為在家裡,天天就為了一個課程 想不到應該要下哪一個 就是那兩個音符是下哪一個 就可能想整晚,大家可能不清楚 有時候我自己也是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只是… 可能想說頒給自己的 不過不可以只頒給自己 我覺得所有作曲的人都很辛苦 還有一些作詞,那些… 所有,總之跟音樂有關的 我覺得都應該拿這個獎項 好了,我們就試試碗餅二餘 撕得幾歲,得幾歲 分給所有人 但是以下每一個獎項都有一個 他最應得的主人將會出現 在…